大家好,中国的银保监会约谈了恒大集团的高层 就恒大的债务风险和维护房地产市场等规范提出五大要求 中国的官媒叫《经济日报》周二也发表评论 表示此次约谈的是防控金融风险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化解集团的债务危机同时也能对其他房企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及保监会约谈了恒大高层 指出恒大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 必须认真落实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努力保持经营稳定,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 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 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讯息 恒大集团8月19日在即官网也表示 恒大集团接受了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的约谈 恒大集团将全面落实约谈要求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全力以赴,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工程建设 保质保量完成楼盘交付 坚决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 绝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 以最大的决心、最大力度保持公司经营稳定 化解借用风险、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 大家知道,现在恒大正在联系出售香港的总部大楼 而且许家印亲自参与了谈判 恒大计划以105亿元将香港总部大楼出售给月秀地产 月秀地产是广州市属的月秀集团 是个国企 恒大之前的报价是156亿港元 156亿港元大约是130亿人民币 看来恒大很着急 所以坐价87.5亿人民币 105亿港元 贱卖了自己在香港的总部 许家印也亲自出马 恒大贱卖自己在香港的总部大楼 他这个105亿港币 87.5亿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每平方尺香港按尺大约是3万港币 你可以计算一下每平方尺是3万港币 之前SOHO 大家知道SOHO卖给了黑石市中心商业地产 他每平米卖给黑石的价格是1.5万人民币 每平米 市中心啊 大家这不是这个可不是这种居住的楼盘 是商业楼盘 1.5万就是白菜价买给你啊 商业地产一平米1.5万 他这个每平方尺是3万港币 而且是在湾仔那个地区 也是白菜价 大家看到现在中国这个地产企业都在干什么 都在割肉啊 SOHO那个跑掉了啊 1.5万给黑石了 上海北京市中心的楼盘 一平米1.5万 你想这个白菜价啊 赶快出手要跑 那许家印现在也是3万港币一尺 一平方尺 在香港啊 在香港的湾仔那个地区啊 这个市中心 你想想 绝对不是这个价 那恒大甩卖自己的优质资产啊 主要原因就是降杠杆啊 那大家知道恒大呢 他这个去年啊 高峰时期的负债达到8700亿 那截止今年6月 他对外公布的有息负债降到5700亿人民币 下降了大约3000亿啊 这个负债啊 杠杆率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恒大 他的这个负债杠杆率过高啊 出现了这个金融链断裂 那他的这个金融链会影响上下游 包括下游的这些企业也会倒闭 上游这些银行也会跟着倒闭 那中国的金融风险就存在 那中国为了减少自己的金融风险 必须让这些房地产企业 特别是在国有银行贷款 这些房地产企业 你必须降杠杆 因为你的安全影响到我银行的安全 影响到国有资产的安全 道理在这 那恒大陷入一个现在一个窘境 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国际信用评级啊 被降了 8月5号国际评级机构啊 标普将恒大地产的评级 从B减下调到CCC 此前两周呢 标普已经再次宣布下调 中国恒大级附属公司的评级 将中国恒大地产天机控股 平级从B加下调到B减 展望是负面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你下调了平级机构啊 你根据不同的级别啊 你可以借到不同的钱 你级别越高 对吧 你能借到的钱越多 你借的钱越多 你拿新账去还旧账 你平级越低 你借的钱越少 你这个旧账窟窿大 小的钱就堵住这个窟窿 可不就得卖资产了吗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 就是商业就是这样 你商业顺利的时候 把别人的 是吧 着急把钱借给你 你商业一步顺利 一遇到风险 马上银行第一个先收自己的钱 国家现在也要调控这个风险 你让恒大赶紧 把这些窟窿堵上 你想八千多以上万亿了 人民币啊 这个账一旦出现问题 上下游企业 那关系到国际民生了 所以恒大这个事 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正在有节奏的 让恒大减杠杆 降杠杆 也并不希望恒大马上 太快 会引起这个不稳定 也在平衡这件事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太快了 他一下死了 一下死了也不是要求 你让恒大一下死掉了 也不行 慢慢来 降 降是目的 让他平稳的 所以我说 现在可能恒大这个房子 销售可能要火爆一轮 多卖点房子 多次一次 你看国家政策 现在也是 鼓励你买一手房 二手忙先别买了 二手房先贷款 是不是也停了 北京上海各个地方 二手房现在基本上不给你带了 买啥 买恒大 买这些像恒大一样地产公司 一手房 先把这些公司债务先给他减掉 你看吧 像老百姓永远就是给人家 咱不能说那个词 不是韭菜 帮着 帮着人减负的 恒大 许家印 把钱挣走 老百姓得救他 买他的房 买一手房 也没办法 你说国家要放任他倒了呢 你要放任许家印倒台了 下游的 上游的银行都得倒闭 国家出个大窟窿 这就是老百姓结盘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恒大这个事不是简单的事 不是他一家企业的问题 中国有一个恒大 恒大背后有多少个地产企业 这些企业 光恒大就快一万个亿了 其他企业呢 你算在一起 整个房地产 中国正在 让房地产企业 逐渐逐渐的降杠杆 风险太高 那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支持他们降杠杆 让你赶紧把新房卖掉 回种资金 然后呢 政策我觉得 下一步可能就是把房地产 这个发展的模式 用房地产发展中国经济的模式 逐渐换个轨道 我觉得这个轨道更换要 十年二十年以上 逐渐把房地产靠基建拉动 逐渐换成另一个轨道 用高科技 用中国这些先进的技术 拉动自己的GDP 而把这个基建 投资基建 投资基础设施 这种拉动基金的GDP的方式 逐渐换个轨道 这是我的看法 这要持续几十年的 这个政策 2000年时候中国开始吧 开始搞这个商品房 搞基建 你可以看到 像恒大这些企业的企业 20年 现在地产这波完事了 所以大家未来也能看到 地产这个确实是完事 下一个我觉得 开始逐渐搞高科技企业 搞那种像芯片 像有自知识产权的一些高新技术 电动车 这个方面 电动车 谢谢大家